Liggy 大家好,歡迎收看兄弟幫 Big Boys Club 兄弟, 你也知道 演技無止境 所以很多演藝界演員的朋友 都發覺自己… 就算多聰明也好 也要增值自己、進修一下 沒錯,而TVB的藝人 可以說是精英中的精英 務求學意志勇 不斷進修自己、增值自己 而今集正是這位藝人在這裡 Hema HiHi Kelly 你好… 真是學海無崖、海無止境 有時就算你做得多厲害的演員 始終有些事情你也要去補救 也就是 進修一下 對 而你這次去了美國進修 對 所以有甚麼就是演藝、演技 這是甚麼時候 我是七月… 不是,六月開始 然後留了一個月在洛杉磯 課程只有一個月這麼少嗎 對,很少 但每天上課還是甚麼 一個星期上課五課 差不多這樣了 所以不少 所以你老家放假 很嚴重 因為差不多每天都要上課 而且每一課都會有功課 所以每一課都會有… 就是他們上課的模式就是… 每一個同學… 就是大約12、13個人一課 每一課三、四個小時 然後那個課的形式就是… 每一個學生都要上去台上 就是每一班都在一個演藝中 演藝中有一個舞台 那你會上台表演你那一場戲 就是你這個星期準備好那一場戲 那老師就會給你一些評論 那你就是這樣學 或者你看…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看別人的演藝 好的 看看老師怎樣評論別人 就是這樣 說一說 為甚麼有一個心無端端要用一個月… 就是我們這一行要去請一個月假 還要在TVB那裡請 也是有一點困難的 為甚麼都要排除萬流 不行,我要去上課那段 甚麼原因 因為覺得自己差勁 就是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 一直以來做… 開始演戲 都是從我身邊的前輩去吸收 例如有哪些 你在他身上吸收了不少的 郭俊朗 就是剛剛白色強人 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 之前跳在生命線的Joe 好的 都是在身邊監製或者導演 或者身邊的演員 就是盡量去問 這樣去吸收 但真的自己去鑽研 或者自己去學一些很基礎的東西 是沒試過 但其實這次白色強人 也有不少的… 好評 好評 就是關於Kedy Zhang的演出 哇…有一點點… 也挺亮麗的 也有一點的進步 雖然不關這個霍靜的事 因為這個霍靜是最近才有學的 之後的 那你自己看回白色強人自己的表現 有沒有比之前跳到生命線 又進步了一點呢 我想這個是我的歌 我覺得演戲很難完美的 最重要是有進步 我也覺得自己做起來 但看來我也比跳到生命線的時候 更加多的理解 安仔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就是他很… 他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我問他… 我從第一天已經狂問他 每一句對白都會問他 你覺得這樣嗎 他就會很友善 他會用很多時間去解釋給我聽 有沒有哪一件事 是郭忠先生在這次白色強人 裡面是調教你成功了 譬如之前有一些 你自己的迷思 你覺得自己這樣做是好的 但原來安仔告訴你 不是啊Kedy 這樣會比較好 有沒有哪一兩件事 你可以… 有個三步可以告訴我們 譬如某些講對白的節奏 語氣 或者態度 有沒有呢 一些初學的演員很容易 譬如我知道 來這一場會很激烈的 我整個人都很緊 即使還沒拍攝機之前 我都會很緊 配養住心情 配養 但其實你是很放鬆 這樣去進入那場戲 其實你的情感 是更加容易去拔出來 去表達到你那一刻想的東西 而你在說的東西 會聯繫到你的思考 因為當你太緊張 整個人很緊張的時候 你聯繫不到你在說的東西 你的情感不會… 因為觀眾想看的 就是你的情感 那一場看你的變化 由不哭 然後到你很不開心 或者你很生氣 即是他想看你的表情的變化 而不是你一進去已經是… 保持那個狀態 不是這樣 是吧 所以安仔也教到你 安仔也教到你 每一場做完這個狀態 扔掉它 然後再來 反而幫了我很多 跳在身邊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哭不出來 都是因為整個人很緊張 明明我拍攝機之前 那一刻我哭得出來 一拍攝機就一定眼淚 因為現場的環境都會影響到你的心情 對 所以反而你整個人很鬆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 好,那就發覺自己不夠好 要進步 那為甚麼會找到這個美國的課程來讀呢 朋友介紹,上網看到 賣廣告還是甚麼呢 我有一個朋友在洛杉磯當演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的超豪男友》 好的 那個男主角是我男朋友的好朋友 他是亞洲人嗎 對,是亞洲人 他真的做得很好 對,是第一次第一部電影 好的 真的很有錢 他表現很有錢的感覺 對,他介紹了一個老師給我 那位老師叫Debora Debora除了是一個演戲的老師之外 她也是一個演戲主角 所以她很明白一部電影找到的演員 需要有甚麼質素 就像《La La Land》之前 很厲害的那部司卡戶電影 她做演戲主角 所以我跟她是私人課程 就是一對一地去聊 但剛才你說的那些 12個同學一起上的那些 那些是另外的老師 即是今次美國之旅 一個星期五和其中 有一些部份是比賽 有四個不同的老師 其實這樣學習很混亂 不,但我儘量找那些老師 因為演戲有很多種技術 他們有不同的名字 即是有技術演技術 或者有些不同的技術 又是一些不同的名字 我找那幾個老師 都是同一個技術的 一對一嗎? 怎樣上去? 大家找一個餐廳 還是找一個家庭 還是找一個墨室 真的有一個學校嗎? 她會找一個文章 即是一個舞台劇 在哪裡? 在她的演員辦公室 即是在一個寫字樓上 但是那個是好像這樣 設立的 是室室 是室室 好的 她會找一個文章 即是一個舞台劇的文章 就會線條和線條跟我聊 全英文? 是,英文 然後… 但是在讀對白之前 也有很多很多的準備 即是她會教我 即是準備一個角色 你要做甚麼功課 即是很久都沒有試過 看那麼多書 以及寫那麼多東西 那就是… 還有現在這個課程裡面 其實需不需要上到今上一刻 有個考試 考完試會有張的… 證書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字 即是你每次都可以參加學校 然後你就上去表演 然後之後就… 即是沒有… 即是… 我想你說的確定是 你做每一場戲之後 老師給你的評價 嗯… 那其實你… 譬如你真的做完戲 給老師看 看完之後 那麼多老師了 給你的評價又是怎樣的 是一個月內進步了 嗯… 但是他們都是有一個點 就是覺得我… 即安仔也有跟我說過這件事 就是… 我的人… 可能之前做MC 和我自己的人比較斯文 即是比較靜一點 就是我不會很大動作 或者說話很動作 那他們就盡量推動我 即是… Go crazy stop 就是不要再做個 nice 就是我這麼久以來拍的戲 都是… 那個角色都是… 靚靚… 靚靚… 斯文很 nice 就是大家都會… 很喜歡 對…覺得我很舒服 這樣… 那他們就想推動我 不要… 不要經常都做那類型的女生 那暫時上完這個課程之後 都… 到現在還沒有機會演戲 是嗎? 還沒有 是 應該有信心的 上完課之後 是嗎? 也有 未來的機會就… 自己… 我想除了學到他們的理論之外 也是一個信心的東西 就是覺得自己… 我有知識 就是我有… 我演戲 做每一個決定 我都有… 我知道為何我會做這個決定 因為我學完這一個月的東西 有些很難忘的時候 在這一個月之旅 譬如可能要你… 將自己最內心的東西 拔出來的那些 就是會有… 有很多朋友上這類的東西 就是演藝課程上 說很多年沒有哭過 是 就不知為何這次會… 因為有鏡子 看到自己最黑色 原來我是這樣的 有看到這些東西嗎? 有,有點像是療程 尤其是跟Debora一齊 one-on-one的時候 她想告訴我 其實你做每一個角色 你都要創造很多的回憶 給那個角色 就是你是創造的 就是你自己作出來 但是… 就是她… 接著她就問我 很多我以前小時候的東西 接著我就想起… 我不知道… 說一說一說一說 說到我以前小時候 我有個姨姨照顧我的 接著我就想起 她照顧我跟另一個女生 接著那個女生夾著她的夾 接著我就… 不知道為何小時候 搞她的夾 接著我就被Ee罵我 接著我說到那裡 我已經哭了 接著之後… 之後她說… 像催眠一樣的 對 然後她說 使你一個這麼小的記憶 即是你那個Ee說了一句話 但你過了這麼多年 你都記得 而且你是這麼深 就是你給的東西 影響到這麼深 又知道多厲害 即是你的記憶 你的回憶是多厲害 所以每一個角色都要很專注 去創造一些這樣的回憶 給那個角色 當你演戲的時候 或者你說每一句對白 或者你那個角色說起她爸爸媽媽 她不僅說她爸爸媽媽 她說爸爸媽媽的時候 是在背後很多很多很多 跟爸爸媽媽的回憶 就很豐富 所以她一直教我這些東西 好的 就是有情感上的很大的抒發 可以這麼說, 對吧 也是 男朋友已經拍拖幾年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沒問題 為什麼我要害怕被你捉到我和男朋友 不僅是演戲 就是對我的人生 我的幸運 我的心態 都是一個… 好像一個新鮮的筆 除了在演技上 有沒有覺得這次這個月的課程 令你生命… 即是人生態度 有些事情改變了, 提升了嗎 有, 我其中一個老師 他的名字是 Presence and Articulation Coach 他不是教你演戲 他是教你身體語言 他教你呼吸 他教你站著, 你的感覺是怎樣 我每一堂都像是療療 然後我跟他聊天 然後我就說 我回到美國, 我覺得很鬆 整個人很輕 我回到香港 我下飛機 我的飛機一觸碰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感覺到壓力 然後他就會問我 我飛機是有壓力的 不是 但他是很身體的 他會問你, 你的力 你感覺到在哪裡 是飛機的還是自己的 不是 他說在哪個身體部分 你感覺到有重量 好 我感覺到在這裡很重 我一下飛機就感覺到這裡很重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探討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重量 然後很多時候 為什麼呢 我發覺原來我是很影響 其他人跟我說的東西 但我們做藝術者 很多人都會在那裡評論你 對 在那裡說你不好 所以跟他上完那一堂課後 我就找到我壓力的起源 就是太多社交媒體的東西 就是太多人留言 就是Facebook、Instagram 太多了 然後我又經常都看別人在做的東西 就是怎樣都會有 competition 就是我看了我的同事 其實不看 我不需要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也不需要 competition 其實這也是一個工作 我做好自己的部分就行了 所以Instagram我就不追蹤了一半的人 那我呢?沒有追蹤你嗎? 你沒有 我也有追蹤 就是有一些人… 對不起,你追蹤那些 是你不想再讓自己去看到 就是可能別人某些工作 或者你自己有不小心 或者你自己很好奇 按一下看看留言是什麼 寫什麼呢? 對… 或者… I don't… the people that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就是我都不認識你 你做了什麼… I don't feel anything for 就是有時候Instagram 很多時候開啟 是不會想到的 你一邊看一邊看 其實是不會登記的 其實那些是沒有用的 那你追蹤了那些 有部分是… 可能這一行的藝人也有 也有 或者不關這一行 是某些的平台 那些你不再看了 對 或者只是用不利的資料 然後我又刪除了 我自己的個人的 Facebook我又沒有再用 即是刪除了應用程式 然後只做這麼簡單的兩件事 我已經鬆了很多 對…真的很舒服 對…很舒服 那我也回去試試 真的嗎? 對 你又想試試嗎 然後你把電話放在美國的時候 我把電話放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經常拿著電話 你不回覆WhatsApp 你不看WhatsApp一天 其實你不太失望 即是…都是這樣 不算失業… 對…不算失業 現代社會每個人看電話的時候 都是留意一些社交平台 又或者是通訊的程式 剛才你說的短訊 真的 剛才你說的你上課 整部電話是要放在一起的 對… 即是你不在老師說話 那你自己可以按好這些東西 對…一定沒有 而且你會很… 老師又教另一件事 就是生活在現代 你每件事都看得仔細一點 你跟別人的溝通 你更細美 其實每件事你細美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些細節 是你演戲的一些財富 即是你會用那些東西 去豐富你的想像力 對… 因為你平時沒有吸收 你沒有看東西 你還是在電話上 對… 你吸收不到你演戲需要的情感 或者你演戲需要的細節 你是不夠用的 你看很多的嗎 在說那個… 就是看手機… 在那裡看食物的平台 你保持著… 未上課之前 那個人的狀態 或者那個人的心理 看人家怎樣 看人家怎樣 對… 會… 很多在意 因為經常都覺得 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必須做 但其實… 不是的 對…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令我覺得很有壓力 就是我經常都… 把我的私生活收得很近 就是我經常都掩蓋 然後每次收到記者的短訊 或者電話 我就很有心情 她究竟做甚麼呢 找我這麼做 但我沒有做錯事 我還是活著我的生活 那為甚麼我要這麼害怕 這也是我的工作 為甚麼我要… 令… 即是讓… 這個工作 去影響到我 很開心的生活 所以… 男朋友已經拍拖了幾年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是沒有問題 為甚麼… 為甚麼我要害怕 讓你抓到我和男朋友 我們也沒有做錯事 正常的社交往 對 所以整個人回來 讀完這個課程後就… 很瘋 很好 這個課程不是演技 是人生… 人生課程 是心理課程 而且那月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沒有家人 我男朋友不在那裡 每天起床 然後就運書、看書、寫東西 看看電影、吃飯 自己一個人 然後跟家人聊天 好 有些是群組一起上的 石偉和我 那些是否都是一些 世界各地 或是當地一些演員 舞台劇 或是電影、電視的明星 可能有一個明星 你們可能不知道 也有些明星 但是在荷里會的競爭是很大的 就是所有的適應 所有你在街上做服務的人 都是想做演員、電影、創作者、寫作者 全部都是有一個荷里活的夢 所以有些同學生學了七、八年 上了七、八年課程 但也沒試過真的 拿到一個機會去演出 但你看到那些同學的表現 或者成績是很厲害的 可以這樣說嗎 又不是 我覺得除了上課之外 我的經驗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一樣 我一直都是從經驗去學 所以我覺得兩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你單看書、單上課的課 其實不夠 因為你一個星期都是做一個一場戲 我們一天做十幾場戲 是… 所以兩件事都是很重要的 那一個禮拜上五日課 星期六日有些甚麼要做呢 去到美國那裡 去看電影、逛街 逛街 然後我去的那時是Pride Month 那就是… 甚麼 Pride Month是LGBTQ 好的 即是那些同性… 對,同性戀 或者…我不知道中文是怎樣說的 那就是Pride Month 有一個Pride Parade 然後是很開心 很LLA 像卡尼扒一樣 對… 又有巡遊 大家穿得漂亮、五眼綠色 彩虹那些 對,大家一起去慶祝 一起去開派對、一起去玩 那你一人去開派對 我自己一人去玩 對,一起去玩 然後去… 因為那些… 他們是好玩的 而且很接受 大家都有很多愛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們有多放 對… 即是比你以前那種收縮賣賣 對 你會看到原來這樣放 是可以釋放到一些… 無論是正能量也好、負能量也好 個人會比較開心 當然… 沒有那麼推速地做人 這個課程這麼開心 會否接下來… 不知會保持著… 每一年、兩年、三年 都放一個一個月假 給自己進修 你有沒有計劃呢? 會想的 如果一有時間,我都會上去 不會是一年 可能劇和劇中間 如果有一個月,我都會上去 一定… 那是否一定要上了一個月假 會否再重複一點…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都可以的 對… 是否可以說呢? 那… 都去了一整個月 就是說課程、這些費用 其實… 約莫… 花了多少錢? 就是一個月… 四堂… 一個月四堂大約三百多元美金 美金… 一個月四堂… 三百多元美金… 我跟Deborah很貴 貴一點 對 該不該說,藥膜的價錢… 很貴,五百元一堂 美金… 五百元美金… 四千人 對,很貴 那得上了多少堂? Deborah 四堂 還有萬多人… 萬多人,三千多 有多少三千多 有多少堂… 還有四堂 還有另外四堂 即加起來… 十萬八萬也有嗎? 不用,加起來也有兩萬多元 對,但你覺得是一個投資 我們做工作… 還是你…你做的工作很多 當然了 所以其實… 哈囉,你的工作很厲害 我多招呼… 價錢挺高 lifetime 一定比我貴 無故自己說 無故做一個工作也能遮蓋 我明白你的意思 這是值得我們付出的投資 因為我會找回 我會找得更多 而且是生命改變 不僅是演戲 對我的人生、我的幸運 我的思想 都是一個… 好像一個新鮮的按鈕 回來之後,但還沒實踐過 沒有,但我八月中就開劇 是嗎? 所以希望可以 說八月中的劇集 是跟羅仲謙在一起的 她很瘋狂 你去旅行的姓羅 拍劇有姓羅嗎? 跟羅也很有關係… 跟羅仲謙,謙謙一群 是甚麼類型的劇集 是一個喜劇,雖然我沒試過 也是我的老師叫我做的事 就是放大一點、放鬆一點 會否自己這次不再靠靠靠 不再乖乖,我要… 醜化自己 做一些完全未見過的 穿希文 角色上寫出來 也有一點不是很喜歡的女生 所以很期待可以試試 為甚麼不是很喜歡的 你之前的人都很喜歡的 那些是很喜歡的 好像看不起羅仲謙 或…我是一個大律師 有錢女 我看不起她 然後覺得人家不夠我好 那些 跟你真的相反的 你很難去演這個角色 我也是 我給你 踢你… 你做了這些事 看不起嗎? 你走開吧 就是這些 希望你做得到 又做得好 好嗎? 謝謝你,Curdy 你去南非就順順來你了 謝謝 三、兩、三、兩、三、三、三 好嗎?謝謝 回來再作戰 好的 沒有人會給他們一些東西 沒有人會私食 沒有人會給他們一些醫子 大家在這個日子上 其實是做一些善事 而且每年這些月份 都有人找替身 是的 所以… 以前很流行的報紙 對,就會賣一宗出來 打給師傅說 變了聲音 說太太變了聲音 轉了來的聲音 變了小孩的聲音 覺得他有事,就叫師傅過來 靈體的性格跟人一樣 他也會有些攻擊性強一點 有些善良一點 有些他也會怕了你一點 你經常在街上扮震風 我們說靈魂喊了出來